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4年4月7日美国东部事件 现在是下午事件 这个4月7日 以色列当地事件 以色列军队主力 大部分全部从加沙南部撤离 以色列国防部长说 发言人说 这个已从加沙南部撤回大部分地面部队 只留下 这个 一支旅 一支特别旅 1620和纳哈尔律领导的一支重要部队 继续在加沙地带行动 其余的基本都撤离了 以色列国防部长发言人同时也强调 现在来自伊朗 压力持续增大 所以全面在准备 对伊朗的各种军事行动 因为伊朗据说 在下周开始要对以色列进行全面的可能各种打击开始 一旦打击开始 以色列势必回击 他这个回击的话 可能 这个 接下来可能就是站着 你看这里 以色列 这个以色列媒体 环球时报也报了这个事 说以色列媒体 报道 以色列国防部长加兰特表示 以色列已完成可能与伊朗对峙的准备工作 所以在加沙这里 他的主力都要全面撤离 这个伊朗 就是近代伊朗上门 这是毫无疑问的 在中东地区当年十字军东敦射手 都是这样 这边打完以后就在家里等 那边就集结力量 几十万打军就杀过来 当年萨拉丁 那不都是 打这个在这个耶路撒冷 都是一样的 伊朗这次 这个真主党 真主党 那斯鲁拉 这里也表达说 伊朗主席量领事馆 预期是转折点 意思是真主党将会也会加入 对以色列的全面的开战 这个 尼尔先生 你怎么看 分享一下 好的 其实本身来讲 现在刚开始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 我以为是那个错误的讯息 后来发现好像也不是 那如果说以色列真的要从加萨走廊这里 把一部分的军队调回来 然后开始固守在北边的话 那我相信其实他们在军情的系统应该十分清楚 应该是伊朗这边已经有所动作 甚至包括叙利亚这里 还有包括真主党这里都已经有所积极的一些行为 那其实不管叙利亚他们现在的积极备战到什么程度 我觉得其实最重要 如果那个俄罗斯在后面没有首肯的话 我相信其实包括伊朗 他本身来讲不会有任何太过于机切的动作 可是现在毕竟上次以色列所斩首的是伊朗应该说名列第二的一个大头目 就是说负责在中东地区这里所有的物资 还有资源配送还有人员调配 这样的一个大人物 所以说我相信伊朗他一定必须 让仗势的他本身在阿拉伯 在这个 这个应该算算是在斯拉夫 不是斯拉夫 就是说在中东这个地方呢 在阿拉伯国家呢 具有想要在什叶派里面具有领导地位的话 我相信他在这部分绝对不能去手软 所以说为了他自己本身的面子 我相信伊朗本身也要打中的也要冲胖子 所以说其实讲的简单一点 他现在看他自己能够准备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 然后来去决定他现在是否要跟以色列做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摊牌 那事实上以这个本身来讲 加萨走廊 其实我相信其实以色列他还是有一定的想法说 是否能够再往南去往拉拉法这边再去做一个进一步的一个清剿 毕竟整个加萨走廊这里只剩拉法那里还没有做一个全面的清剿 那如果说本身美国在这里基于人道的立场或许有其他理由呢 希望以色列把他所有的助力专注在伊朗上的话 那我相信他本身在资源的配置上以色列一定会做一个制度的调配 那只是说现在中东的局势整个的身高是势在必行 那应该说也势不可挡 那本身在南中国海这里是否能够因为美日非的联合军演 造成在南中国海这里的一个局势升级对习近平造成一种压力 其实本身来讲这个两个地块的一个在中东一个在南中国海都是在亚洲 那我觉得是否在乌克兰跟俄罗斯这边是否会有进一步的升级 再看本身普丁跟习近平他们在整个大地块上 如果说以欧亚一个大地块上他们究竟想以哪里作为最佳的一个我称之为三战的核爆点好了 如果说以哪一个开始哪一个点开始是最有利于他们的俄罗斯的布置跟中国的一个发动的话 我相信他们会精打细算去找出这样的一个一个时机点跟地点 那其实整个在中东目前的一个局势来看 很清楚的就是以色列去挑动整个伊朗的神经 所以说其实讲的简单一点就是以色列这样主动挑事的一种方式来看的话 最重要就是看俄罗斯跟中国 虽然他们拼命想要去找一个开战的理由 可是偏偏如果在实力上还有所顾及的时候是否能够去因应到伊朗本身来讲 现在想要积极去开战的一个一个事端 所以说其实这目前来讲还彼此还在博弈的过程 可是我相信如果说以目前以色列这样的一个军事调度的这样方式来看的话 我相信其实美国不会打没有把握的战 只是说我们现在或许还不清楚就是说可能单纯媒体上也不会去报道这么多 可是应该我当然这是个人想法 应该美国在这方面应该已经做好十分万全的把握了 才可以让以色列这样积极的往前推进了 那目前中东局势来这样看的话 我相信在这一个月内甚至不用到两个月 甚至在台湾这520之前 在整个亚洲的局势都是十分紧张的 好路德 能不能点评一下昨天那个马英九说那个你有没有说过 说什么 那个钓鱼岛这个 对对对 你怎么看 其实我觉得路德的点评比我还要到位 我昨天只是稍微看了一下英文 看了一下那个新闻 新闻只是说马英九看了古籍以后认为 这个钓鱼台本身就不属于琉球 那事实上以马英九他还没有去参选总统之前 他曾经有自称为参加保钓运动 那我相信他是在整个国民党里面 我相信他也只是在演了一出戏 那事实上在马英九本身他担任总统以后 他事实上对于钓鱼台 曾经对日本也曾经有发出强烈的一种宣誓的一种 不管是口吻也好或者是声明也好 那其实如果说讲穿了我们现在知道他的本身背景 就是一个共产党的一个派下的傀儡总统的话 那其实很简单的来讲 他那些都是在作戏嘛 所以说其实这一次如果说马英九 在整个我们就像路德所说的 古章点击里面并没有去说出来 这个钓鱼台到底属于谁的 更何况那些这些古章点击也是中共都可以做文章的嘛 也可以造假的嘛 更何况现在已经时过境迁了 都已经几百年前的事情 你现在还在那边说什么 这是中国自古以来的土地或怎么样 所以说才会被莫博士去一个 我们应该说去打脸 就是说那现在甚至在很多年 几百年前甚至有很多土地 都不是你这个共产党所掌握的嘛 所以说其实讲句实在话 这个中共用这种所谓的历史以来 就是属于中国的土地的这种说法 是在国际目前国际社会上是站不住脚的 那讲的简单一点 现在国际社会有国际法存在 就像他这一次又称美日飞在南中国海联合军演 是有违于国际法 甚至于什么违反了南中国海的一个宣言还是什么的 那这时候他又把国际法拉出来说 你们应该遵守国际法 那他之前海牙法庭的一个判决 他自己在2016年判中共在这个九段线上是没有存在这样的一个权力的时候 他又加以否认了 所以其实中共真的有的时候其实我觉得那个 美国官员讲了两句话让我非常的一个认同 就是说一个是你智慧是没有办法垄断的 就代表说你不要随便糊弄人嘛 那第二个就是说 他说中国的这些官员都不知道他们所服务的是不是同一个政府 也就是说你有些时候中共说一套做一套 然后今天A官员说A然后B官员说B 那这样的话就是说你同样都是一个中国政府 可是你的官员在不同的场合说不同的话 那到底什么样才是你的立场 所以说其实讲穿了就是 你中共这样说一套做一套的这样的把戏 在西方国家看久了以后 事实上对你的信任度是大大的一个降低 那当然现在他现在也毫无信任可言 所以说大家都知道 其实这次叶伦到中国也是彼此忽悠的一场戏而已 所以说其实即便是现在 马英九到那边也是在演一场戏 所以说讲穿了 如果说当台湾的百姓 因为现在不算台湾有太多的红媒 为中共去唱这个红歌 可是问题是如果说 藉由这自媒体的时代 有更多的台湾人能够藉由 不管是路德社也好 或其他比较 我不要说亲美 就是说比较能够居中的立场 去讲出一些真相的话 其实我希望 台湾的百姓其实还是很有机会的 可以去认清很多现实跟事实的 那其实对于中国 对台湾来讲 对中国来讲 这对于我们华人同胞来讲 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台湾现在的一个现况 绝对不是媒体上所讲的 中国的一个实际的状况 也绝对不是中共的那些媒体所宣导的 所以说其实讲的简单一点 就是我们真的很 不管是华人也好 美国也好 全世界的自由国家也好 都需要有真相的报道 那目前在路德社可以 获取到这么多资源的 跟情报的一个情况下 我相信这是一个最好的渠道 可以获取到真相 好路德 好 还有一点啊 这个中东局势啊 你看现在也在快速升级中 下周很可能很多事都会出来 南中国海的话 中共也已经表了态 是吧 就是在跟美国军事上 是绝对啊 要对抗的 到底谁在这里面啊 这个谁会吓唬着谁 你觉得啊 会有什么样的一个 这个中共的这种 不要命的这种玩法 你觉得西方会被吓唬着吗 分享一下 其实呃 现在习近平他现在是 想要尽量去 应该说他本身来讲实力不到那样的一个程度的时候 他很想去 就是说水虽然一直在给他滚着 可是他希望就是不要烧到一百度 所以烧到一百度就是真正的一个火战的开始 也就是三战的开始 习近平当然知道他的实力不够 可是偏偏他要仗势着他本身独裁专制体系上 他最需要就是维护他领导者的颜面嘛 所以说其实你说他在南海南中国海的冲闯也好 在这个中东局势的挑拨也好 甚至于他现在即便他被美国揭露了 他现在不断的不管是用哪一种方式去援助或者是支持俄罗斯 我相信其实对他来讲他已经 其实就是呃 我忘记那成语怎么想了 就是说他已经退无可退 他有无所谓 你们再怎么样去污蔑他 或者是呃给他下戴帽子 甚至于呃讲他有怎么样的一个是非 或怎么样 我相信他已经无所谓了 最重要的是他是要实现他本身来讲 他的邪恶的帝国梦 那所以说其实讲穿了 这条路他已经一条路走到黑了 他也没有回头路了 毕竟 不好意思 毕竟呢 他本身现在来讲 他多做一件事情也是坏 少做一件事情也是坏 那即便未来有可能会被 呃拉上国际法庭去仲裁去审判 我相信他的他的坏事 多一件少一件都不会去改变他现在的一个地位 所以说我觉得他现在其实最重要的 他他现在心里所想的 就是他如何去巩固维系住 他现在在中国内部对他质疑的这些声浪 那所以说其实呃对对他来讲 最重要就是有个对外的一个事端 比如说台湾的事情 或南中国海的事情 或中东的事情 让他可以把这些注意力往外 往外去引导 那其实对他来讲 他或许他的皇权就可以巩固了 那事实上 我相信其实普丁一定不断的在逼迫他 因为毕竟普丁他在战事上的一个需求 是每日都在消耗的 那我相信他普丁也知道他这样耗下去 对他来讲也绝对不是优势哦 所以说他一定会逼迫习近平 在做出更多的一些明面上的东西 那这些东西对习近平来讲 就会是一个压力 那我想他们彼此之间 或许有合纵连痕 或许也有一些博弈哦 但是我觉得再怎么样都比不过 本身来讲 他做邪恶事情 就是没有办法获得到正义的一个首肯 正义的一个力量啊 那所以说其实现在来讲 他现在真的是放手一搏 就是在搏大的 而越搏越大的一个结果 就像路德所说的 随着这个21点的不断的这样子 那个老K都出来了 现在可能都要等那个Jack 所以说他现在越搏越大 那个什么压注越压越多 他现在只希望他能够得到最 最后的一个赏金就是21点 那问题是真的能够像要这么顺水吗 我相信是不会的 那只是说彼此之间 中东的局势我觉得有可能是一个 对美国来讲 对以色列来讲 是目前最好的一个引爆点 那借由这样战事的一个 一个拉锯呢 把伊朗真的可以趁势毁灭掉的话 我相信其实俄罗斯跟中国 一定会非常的紧张 因为毕竟 他们现在的四国联盟嘛 就是中国朝鲜 俄罗斯跟伊朗嘛 那如果说中间又少了一个伊朗的话 对于中东局势来讲 如果一旦能够有稍微一个趋缓的时候 接下来目标就变得很单纯了 就只剩中国跟俄罗斯 北朝鲜可以忽略不计 好 还给路德 好 谢谢 这个尼尔先生 谢谢 注意观众观 要是点赞分享 再见